张大仙怒怼低素质主播 王者荣耀主播张大仙一直以为人和善脾气好著称 但最近这场直播里 他却被一位主播彻底激怒 甚至为此教育起了粉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5月10号的一场排位中 大仙开卖选人没多久后就被队友认出 大家有说有笑 气氛十分和谐 但没想到比赛开始后 下路的夏侯敦依旧喋喋不休 被杀了之后还不断卖惨 试图引起大仙的注意 而到了中期 更是喊麦要求队友让人头 能不能给我的人头 被逼得无法专心打游戏的大仙 只得关掉了语音 本以为世界就此清静 可就在推高地的关键时刻 死掉的夏侯敦又开始搞事 不仅公平叫嚣自己有百万粉丝在等大仙说话 还戏谑起了大仙过于腼腆 不敢开卖 来来回回 甚至直播间的粉丝都被带起了节奏 沉默了一整局的大仙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霸气挥队 什么我开卖要去伺候他的观众 他逗我了 那么对于这次大仙的怒怼 你觉得做得对吗 我是老条带你看遍天下事